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间断的跟你报新闻内容的话 欢迎点开我们的文字说明的地方 里面有Podcast连结 点下去就可以直接做收听的动作咯 那在YouTube这边呢 我们还是以一则一则新闻更新为主啦 欢迎大家在这个 每天晚上的9点钟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做首播 欢迎大家在首播的时候 跟我们来做留言 讨论 我们都会一起来跟你做互动咯 那我们这则新闻 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则 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这个新闻我们要分享的是 好看但差评 黑袍纠察队第二季播出后 亚马逊评分之后第一分轟炸 诶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先姑且先不要 讨论这个新闻这件事情 或是讨论黑袍纠察队这部影集 我觉得 媒体的力量在近年来 真的是 很恐怖 很恐怖啊 对 我觉得恐怖到就是说 我们好像已经 呃 对于是非真假啦 什么的 已经不太这么的重视 反而是 比如说 讨论的风向 然后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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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往哪边吹啊 我们就往哪拿倒啊 我们就可能会 上述大人真机灵 上述大人真机灵 之类就是 呃 我觉得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出现 对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需要 从这部影集的最近的新闻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对 好 是什么叫内容呢 就是这部影集 大家如不表情所说的 好看但差评 这是为什么原因 相信很多都是黑袍纠察队的粉丝 或许都已经看了第二季的前三集了嘛 嗯哼 那可能也对前三集 大家讨论度也很高 而且评价也不差 然后也都说虚定第三季了 那为什么会被差评 所以主要原因是 第二季前三集 于9月4日在Amazon Prime上面平台上播出 那剩下的五集将从9月11日开始 每周播出一集 那目前在烂番茄的评价是97%的新鲜度 MDB则是 则是有8.7颗星的一个评价 嗯 那由于黑袍纠察队第一季呢 是一次释出整季 粉丝可以一口气看完 那一次看到爽 因此有粉丝对于第二季播出时间 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动 有一些很大的不满 纷纷在Amazon留下了一颗星的复评 那带来我这边就有几个 他们给了一个复评理由嘛 OK 那比较常见就是 都已经几年了 我们不想要在什么慢慢看影集 我们要一次看完 哈哈哈哈 OK 然后又有人说 有没有开玩笑 你竟然没有一次把译诊记试出来了 好我放弃 我要找我的Netflix帐号在哪里 哈哈哈哈 OK 就是非常的酸 对 然后要不然就 又有人是很理性的说 我为什么会喜欢Amazon的原创影 就是我最重视的就是 因为我们能一口气看完这些影集 OK 然后这带来的是可能 是可以让我们更 投入在这个剧集中 或是有更开心的一个体验 他说不幸的事 说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这个选择 所以 蛮多的这个问题都是出在说 为什么没有一整季播出来 对啊 为什么你不播一整季 为什么你要只播 直播前三季然后后面一集一集慢慢丢 所以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要再 把Focus这个 这个焦点放在 就是说他们骂了什么东西身上 对 因为 骂的大部分都是针对 对他们其实骂 并不是讨厌说 哦这个怎么拍的这么烂 对对对对 我怎么掉这 怎么变质量差这么多 而是 呃你还是很好看 但是为什么不能一直看完 诶你会说质量哦 真的 哈哈哈哈 这个中国用语吗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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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是说 呃 好 那所以 现在的差评几乎都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 诶有些人会 乍看之下那个分数 就变成是说 哦 原来第二季不好看 那就不看 对啊 或许多多少会影响到一些 没有在follow 就是 可能他只是 他可能是 真的是 单纯有订阅Amazon 可是 他没有 他并不是一个隐聚粉丝 嗯哼 他只是单纯想要找Amazon 说我都订阅我来看有什么 我来看 然后看黑华就留在第一季 评价这么高 可是第二季怎么只有 哦 怎么只有2点多颗星 那我到底要不要看 对 可能就是说算了 第二季都已经这么烂了 那 第一季就不要看了好了 或是呢 呃 这个 大家也可以把一些关注的点 放在就是说 为什么他不 一季整个放出来 为什么串流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季放出来 然后到现在 很多串流都纷纷盖成 对 现在有没有注意到呢 就是其实Netflix啊 或是其他的串流平台 他们其实陆陆续续都已经变成是 诶 好像 陆陆续续有在回归变成是 这个一季一季是 不不一集一集 的 集数是 分 分周 跟这样子 对 他是分周 可能就 可能我们八月上架 我们八月先 我们可能会先丢个一两集出来 再首周 然后后面就一集一集跟 像黑宝这 揪塔队第二季的做法就是 他先丢三集 然后后面再一周一周慢慢跟 对 可是你 你 呃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像比如说 呃 前阵子我很喜欢那个 呃 呃 莫勒列列车 对 莫勒列列车 影机版吗 对 影机版 就是在Netflix上面 然后他 就 满让我意外 他就是 一个礼拜 更新一次 那他也是一样 一开始就先丢三集出来 就是说你可以让你先看三集 就等于说你可以很快的进入这个剧情 对 那呃 如果是啦 跟电视一起合作 比如说像 呃 我们与二的距离 他就是跟 呃 公司一起联播嘛 他就是要配合电视的一些 对对对 然后呃 像之前的 呃 对 就是说我说 我们与二的距离 他是跟 呃 Cashplay 我觉得是跟Cashplay一起合作 然后 公司也有 那所以就是说 等于是 呃 公司 呃 公司星在电视上播 然后Cashplay他也同步 对同步就上架 同步上架 然后隔了一天之后呢 呃 公司plus他会上架 这样子 然后 对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 所以就等于是说 诶 已经 好像 原本 哦 我们看网路 我们看串流 可能 一开始是会认为说 啊 这个一整季 释出就是 13集 然后6集这样整个洒出来 来 结果为什么现在变成是 这个网路也变成像 像 电视这样子呢 呃 就是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这样 周根 诶 这个 这个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觉得 我们好像可以来 聊一下 回顾一下 对 到底是从什么时间点开始 有这样的变化 好 最早的时候啦 大家 我们先从Netflix讲解好了 是 Netflix大家都知道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走一个我们一次上架完的路线 对 然后到今年开始有很多很强权的星星串流登场 对 Disney plus 然后 你不要这样排 好 Disney plus 呃 然后HBO嘛 是 然后像是 还有我们像Amazon都是这几部 其实每一家都有各自代表的一个主打影集 对对对 那其实星星这几个都是才我们每周上架 是 然后Netflix最早是才一次 Netflix最早一次上架 然后后来在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他们手上就是我有像是嘻哈网 这样的一个实境节目 OK 然后实境节目为 就是为了配合那种实境的感觉 嗯 他 我记得他也是先上架了前三集 嗯 然后后面就开始一周一周一周跟 嗯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希望 因为毕竟是实境节目 他们希望可以让观众抱有那种实境节目的感觉 嗯 然后让观众可以去期待下一集那个剧情的发展 下一集是说这个实境节目下一步的发展是什么 所以他们采用这样的方式 嗯 那不过后来为什么他们会把其他影 可能一些主力影集都改 像 大家应该都有主要可能后的 这今年开始上架的一些影集 像刚刚提起过木耳列车 嗯 还有其他知名主打的影集 就踩身 嗯 要嘛就是一次 要嘛就是一集一集这样每周上架 要嘛就是我们切一半 可能一季有 可能这一季有二十集 那我们先上架十集 嗯 然后我们可能几个月之后才上架后面十集 嗯 那为什么Netflix会选的这样的做法 Netflix其实他们给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他认为这样可以 这样可以让观众 对这个系列保持着所谓的期待感 嗯 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喜欢追剧的人都是 哦 某一个剧第一天上 我们就能在第一天干完就在第一天干完 嗯 然后这句老师说 那你看完就很空虚啊 嗯 因为你也知道他不可能就是 故意拍好 故意先把什么都拍好 然后可能你下个礼拜又拖不出下一集 一定是不可能的 嗯 你一定是看完这集 你可能就要等个半年 甚至要一年 然后两年才会看到第二集 嗯 所以Netflix会采这样的手法就是因为 他不希望观众这么快的 就把这部 看 观众在期待影集的时候大家都有很期待 所以等于说 上架当天那个热度一定很高 嗯 或上架当周热度一定很高 可是如果你采成就一次上架 那我们的热度可能最多延续到 两个月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最多到一个月好了 嗯 那他想要拔就是 他希望这个热度可以炒 嗯 你可以想想我们假如一季八集 我们一个礼拜播一次 嗯 那我们就是可以播两个月嘛 嗯 那如果你一次上架了 那你就只能一个礼拜就上完了 嗯 那你然后八集的讨论度 等于说每个礼拜至少都有讨论度 对 这样就是所谓的我们的两个月的时间 对 那只要播完之后还会有所谓的 播完之后还会讨论剧情 嗯嗯嗯 那可能再可以再延长个半个月 对 那这样可能就两个半月的讨论度 那可是像你用一次上架啊 可能就如果这部作品没有到 非常神作 嗯 他可能一个月就讨论 而且像黑帕就要对第一季播完之后 他的讨论度很高 对 可是他也只有在刚上的那个时候讨论度很高 确实 就是一个月嘛 大概也是一个一个 最多延到一个半月两个月就很厉害了 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他的讨论度 他即使这么好的一部作品 这么多人喜爱的作品 他讨论度还是没办法像就是像以往分当周当周这样上下 来得好的话 那为什么Netflix就不要这样做 对 他就是希望 他就是他未必会每个都一个一个半上 他有一些是先上三集 然后后面再一个一个半 或是全部一个一个半 或是分切一半分上下上 还有不同的上架方式 但已经很难看到一次一次全部丢出来的方式 因为这个对来这个对他们来说 他们需要的是观众对Netflix这个品牌 保持着所谓的渴望度 嗯哼 观众需要不断的去看Netflix Netflix上的Netflix家的作品 他希望观众会不断的想要打开Netflix 来收看他们新的节目 对 而不是一个时段性的 就是可能 我今年想要看的影集在二月跟六月 然后我只二月跟六月打开Netflix 他希望的是那你看 因为你想想看你每个礼拜都登 你是不是就有机会看到其他作品 你是不是有机会看到 就他们的广告是不是就可以打到你 因为你每个礼拜都登进去 你可能会看到他们当周或当月推的是什么东西 那等于说 那你就有机会去接触Netflix其他品牌的其他 可能你看的是不是Netflix本家的作品 是Netflix其他带来的一些台剧或是韓剧 那你可能看到Netflix今天主打 某一部Netflix原创电影 Netflix原创影集 你可能就会在因为这个两个半月的时间内 你被打到 所以你就决定那我也去看这部 那我就反正我都订阅了 我最近距离他们都一个礼拜跟 那我就来看其他作品 所以对他们来说一是热度还在 二是他可以让他其他几个品牌 其他几个影集电影 能让他们有可以曝光度 这是Netflix最想做的事情 总之啦 我觉得总归一句话 就是增加黏着度啦 而不是 啊这个 这个一窝蜂套完就没了 曹短线 对曹短线其实就 就会 对这个平台来讲是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发展 因为Netflix早期最爱玩草短线的时候 是他刚创的时候 他需要充的是他的用户数 对他刚需要充用户数的时候 他就会疯狂丢一些原创电影 原创电影啊 多么很多大牌的啊 什么的 演员都来嘛 那时候一开始怪奇力物语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次全部上架 然后一直打一直打 或漫威那系列的 狂狂打啊 而且还是说 几月几号几点上线 那后来为什么 你很难 很少看到Netflix再这么积极的 去打某一部作品 而是比较像是 他就定席在宣传他上面的所有作品 而不是单一只推某一部 是单一只推某一部的效益是 你可以吸引到的是 对这部作品有兴趣的粉丝 但他想要做的是 吸引到对Netflix这个品牌有兴趣的粉丝 因为Netflix上面不只是只有那些嘛 不只是他只有 他不是一年只有出这部作品 Netflix一年出好多原创作品 原创原创影集原创电影 都是他想要打的品项 他的商品都是这些 他就是想要希望你们可以 不只是看到我们的某一部作品 而是你们喜爱不是我 不是我跟 可能跟环球买来的某一部片 而是我自己的品牌 就是Netflix这个品牌 你们要支持的是我这个品牌的东西 你要留在这个平台上面观看东西 对 你不只是 不是我说我跟哪一个电影合作 我买来什么版权 然后你就只是单纯来看这部 然后你看完就退订 是 或是你看完三个月到你就不订 是 就是Netflix现在 希望Netflix台湾现在就没有所谓的三十天免费 OK 他就取消这个东西 是 没有所谓的试用期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这件事情可以从三个层边来看 因为第一个 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说 呃这个 这个 这个 作品数不够啦 哈哈哈哈 可是我觉得Netflix也不太可能会发生 我觉得 这个是比较不太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是这个隐忧啦 因为 你想想看你一个月你要比如说推十个 十个影集好了 那跟你这个 三个月要推十个影集 这段时间内就是陆陆续续的上架 那 那这种方式 哪一个 哪一个做起来会比较轻松啦 老实说 就像自己轻松办 可以比较轻松办的事 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啦 我就觉得之前那种压力 对 对 对这个 影迷来讲 对Netflix 他自己本身这个平台来讲 他那些拍摄剧组 他们压力其实都很大 对啊 要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对 然后再加上说 现在的疫情的关系嘛 所以有很多东西停工 导致对啊 Netflix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工 对 虽然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他们赚了一笔 可是 你知道 停工就是 等于是可能 他们也不能拍啊 对 在拍摄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个断层在 那你那么快 都把现在库存的东西消耗掉的话 丢出来 那明年要丢什么 明年就有空窗期 那就是说 啊Netflix是不是 Netflix是不是 已经 已经没有这么厉害了 是不是开始退了 Netflix就是 没有钱了 那其实Netflix就是 他们经营策略方面啦 对 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其实 嘻哈网也是今年年初的一个节目 嗯嗯 今年上班的年初 可能23月的节目 那其实等于说 这个做法是他们 今年开始实施 正式开始实施 对 那目前还没有一个 Netflix没有公布说 他们这个做法到底有所谓的 有没有生家用户 或是有没有用户离开 有没有流失任何用户 这个没有官方数据 就 现在目前数据还没有 不足 因为今年是个疫情 大家都 挤在家里 很多人因为疫情 订了Netflix 很多因为疫情 开始 有订了Netflix的人 开始大量的使用Netflix 那这样没办法证明 他们这个措施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 还是有什么 负面影响 他们看不出来 因为今年的那个 可能数据会有点乱 对对对 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从制作层面上来看 第二个地方呢 我自己是觉得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前阵子有很多好莱坞的工会罢工 那最常罢工的 应该就是编剧工会了吧 对 那编剧工会在罢工的过程呢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串流业的兴起 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工作量变大 工作量变大之余呢 这个钱好像也没有变高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权益受损 对那 那大家可以来想一下 这其实蛮合理的啊 就说以前我 我 我可能是个电影编剧 那 我可能就编一个剧本 送给 就送给制作单位 也不是送啊 就是给制作单位去拍电影这样子 那如果我今天变成是一个 影集的编剧 那我今天是不是要收集 这个 比如说一季 然后就有十三集 十三集的剧本 要去做编 要去做编剧 编 编 编撰 编撰 就是去 去写这个剧本就对 那所以他工作量变大 可是有因为这个工作量变大 他钱有变多吗 没有 那顶多就Netflix就说 那我就多找几个编剧 你们分担这个工作 其实那个工作还是很大 或许是这样 对 那如果你今天是 一次就撒出来十三集 哇塞 那我现在需求量是不是 我半 每半年我就需要 所以你赶快给我编 等于说他写完十三集 休息个礼拜 再就要去看写另外一部的十三集 对阿 所以这个功量变大 然后 而且串流夜如果新奇的话 那这个需求又是不是就更多 所以他们的loading又更大 那除非就是编剧人才变多 然后除非就是更多人来投入编剧这个角色 那 或是这个 你给我多一点钱吗 我就愿意 认好认怨这样子 对阿 给他一个更合理的薪资 对 那所以呢 这个 其实也凸显就是说 我以前那样子的方式 其实是对目前幕后都是一个内耗吧 我觉得 就是一种消耗 不太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所以现在把这个步调 缓一缓 然后用这种 他也不是说什么 我就是第一周就第一集 他可能第一周先刺出个三集 然后你觉得好看的话 你就会继续追下去 对你就未来他拿 你就会开始期待他的上架 对所以 我觉得他是这个已经经过折中的方式 这样子 那 另外一个啦 就是说 呃 我觉得也跟疫情有关 就是说疫情过后 呃 Netflix 还会 有这么好的发展吗 我老实讲 我觉得他们也是要给一个后路 就是说如果疫情好 就是有趋缓 甚至是疫苗OK了 然后 这个这个疫情也过去了 那 那 是不是有些人就开始推定 对 这可能就证明说 Netflix在这个防疫期间 对 到底有没有吸到所谓的 新的 客户群 黏着度高 而不是那种过客 就是说 我 只定三个月 我这三个月最近在家 很无聊 放暑假 学校不用我去上学 都远距去教学 那我就定三个月看完 暑假刚好推定 之类的 就是不续定而已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推这种方式 也是希望更多人留在这个平台上面 观看更多的作品 对啊 对 那 我觉得把话说回来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的平台内容 真的都是好东西 全部都是好片 然后 然后大家都是觉得 哇我追都来不及了 那我干嘛还退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回归到 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 这个平台的内容 到底是不是值得人观看 OK 那我们这一则的 最大的标题就是 黑豹糾塔队 那黑豹糾塔队里面 的平台是什么 是Amazon 那Amazon他 还有其他的作品吗 他目前就 其实主力就是黑豹糾塔队 而且他也是靠黑豹糾塔队翻身 对 那大家会因为黑豹糾塔队 然后订阅了Amazon之外 能不能借由黑豹糾塔队 然后看到更多Amazon里面更多的作品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值得关注的地方 然后Netflix也是啊 对啊还有更多新兴 可能只有HBO Max HBO GO 对 都是目前未来即将崛起的 新的所谓的串流平台 所以这样听下来其实啦 就是说 相较于电影院线 就是这个电影发行业 串流平台的崛起 其实陆陆续续的前几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他们的蓬勃发展 可是近年 从他们这个发行的方式 的转变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 有在开始面临到一些瓶颈啊 一些需要转变的一个时刻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后续的观察 就是说 他们这件事情 被这样灌爆差评 那 会什么样作为 就是 还是回归到这个 全部撒出来 还是说 我们就 慢慢慢慢变成像 电视发行那个样子一样 每周更新 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 要慢慢慢慢去抓 这个 怎么样做才比较适合 这样子 所以 可能啊 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要到年底 然后 Netflix有什么样的 新的 做法 我觉得才可以 观察出来 我觉得等一群真的是 趋谎或结束 Netflix才比较方便去做 一个更 更进一步的规划 因为毕竟 毕竟现在说什么都太早 只能说 现在说什么很多 很多不准啊 对啊 这些数据都不准 那 请问 现在年组度高 现在观察率高 代表 明年观察率一定高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那是个谜啊 所以我只能说 不管是电影院 还是 我们的所谓串流 在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有各自要面临全新的课题啊 是是是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 我们从这个 雷廢雪 再度开炮 然后再到这个 可能奥斯卡改制 你看我们有谈到 电影产业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又讲到这个 这个 英诗路 这个这么藏青素的一个 影集准备要 跟大家说再见啦 对 准备要落幕了这样 然后我们 我们其实从英诗路 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影集市场的 影集的生态开始在改了 在改 影集不是小萤幕 然后串流业者 的崛起之后呢 其实现在也面临到一些问题 在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 做呢 我觉得我们今年2020年啊 就是危机也是转机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疫情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型态 非常非常的多 之外呢 其实 我们在 娱乐的需求上面 其实好像也变得 不一样了 因为以前你知道 太平盛世的时候 其实娱乐就是一个 茶余饭后 大家去做的事情嘛 可是你现在连生活都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你还管什么娱乐 娱乐就算了 现在你现在自己都 有些人可能连工作都没了 对呀 都养不 自己都可以吃不饱了 还有时间花钱去娱乐 对呀 你在家工作就算了 可是有些人可能 是不是他已经被 裁员了 然后在家里 你觉得他会有预域去 零食停工 对呀 不要说什么 有没有多余的钱啦 还有那个 性质去做娱乐吗 我觉得这都很困难 我觉得也很难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来 探讨就是说 从2020年 这么大巨大的转变 观察 呃 我们不要在那边 只是愿说什么 啊这个 生活的不便啊 或什么 其实 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 就是说好 疫情过去了 或是疫情如果 在短时间内 没有趋缓的话 呃 我们还可以撑多久 或是真的过去之后呢 我们 还会回归到像 2019年那样子的生活形态吗 不知道 对所以 大家可以来试着想想这件事情哦 好啦 这礼拜的 新闻非常多 哇 真的是累 我们有大大小小的新闻 对 然后我甚至还 我甚至还抓了一个 special版出来 然后讨论花木兰 对啊 花木兰 这是还邀请到来宾 这礼拜的新闻 可是非常丰富 非常丰富 我们要来宾也非常丰富 对真的 然后 然后大家的那个 那个 谈话的内容 我觉得也都非常有趣 所以这非常精彩的一周啦 欢迎大家就是真的要真的要这个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个频道 对 然后也跟大家再一次的呼吁 也不是呼吁啦 就是跟大家再一次的预告 所以说这个 也不是预告耶 你听到这一则 最后面应该也都过了 应该已经都知道我们 就是 就是9月19号啦 礼拜六这一天 我们有推出新的单元 也就是 呃 这个电影观察站 就是 呃我们会观察上个月 上个月的 月线档期的电影跟 这个 呃 票房 我们从这个票房数字可以看出来 什么样的端倪这样子 对 那我们是用直播的形式 那当然就是我们 呃 在Podcast这边呢 直播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存档 我们还是会 呃稍微修 修改过 然后我们再放上去这个Podcast的平台上面 跟大家来收听喔 所以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跟你报新闻 谢谢大家的参与啦 那我们下个礼拜 如果 如果是用听的话 就是下礼拜 如果是用看的话就是明天 好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